继续开书 康熙61年的11月13日 圣主康熙皇帝驾崩北京畅春园清晰书屋 中年69岁 那这北京城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大伙都知道 主播们讲的够不够了的 就是九子夺嫡 后来四爷印针圣朱 这就是尖刚不可夺其至的雍正皇帝 朝中的事咱们暂且不表 咱们单说西北前线 大将军王印提 这会儿不能叫印提了 这雍正登基之后 把兄弟们的名字都改了 这会儿应该称呼他为允提 新皇一到圣旨 把这允提调回京 一是数值二十位调丧 对 康熙皇帝等着出大病 这儿子不都得回北京吗 这其中前后玄妙的故事 咱们才这不深表 您还得是上九子夺嫡那份去听去 总之这允提啊 有皇王胜旨在你不回北京是不行 愁愁满志啊 这允提回到了北京城 那为什么说他是愁愁满志呢 因为他是想啊 趁着这个屈准宝藏胜利啊 一下子就攻入伊犁河谷 灭了整个二韩国 活着策望阿拉伯坦就去了这大清朝的一块心病 可是看样子没戏了 离开青海之后啊 他就知道再也回不了前线了 因为呀这四哥虽然是自己的青哥哥当了皇帝 但是却是自己的政敌 他是绝不会呀 把他派到青海再掌兵权的 所以才说呀 他是愁愁满志的回到了北京 他是回北京了 谁想啊 趁他不在 这青海造反了 您看有了反叛的 那注定今天又是一段精彩的故事 闲言勾开呀 他们书归正传 哎 那谁造反了 我想您肯定猜到了 就是青海管事亲王罗伯藏丹金 自这个大清朝的屈尊宝藏战争结束以后 罗伯藏丹金呢 就觉得心口上啊 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憋了一口气出不来 他觉得自个儿啊 三十了 哎 做亲王也十好几年了 接着自己爸爸的班 自打这个出生以来 这三十年 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遭受过如此之大的羞辱 出钱出人 帮着这个大清朝 打赢了屈准宝藏之杖 哎 我应该是头子呀 我是领头人呢 可是最后得到的封赏啊 无非是二百领文银 加上五匹绸缎 这大清朝一大清朝 您这还不如不给呢 您这简直就是骂街 纯是羞涩我的面皮 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啊 这卢伯藏丹金呢 就有要造反的心 可是他也知道 这会儿时机不成熟 亲命抚远大将军允提啊 哎 在青海这会儿 正是人气高的时候 帮着所有教民 护送六世达赖喇嘛的 转世临同 西藏拉萨坐床 哎 这一下子就取得了 这个猛葬人民的信任 布达拉宫门口立的那块碑啊 都快把这个允提啊 夸成神仙了 所以说有他在西宁这儿站着 自个儿这反啊 还就真谋不了 哎 这回行了 这雍正皇帝一到圣旨啊 把这十四爷调回去了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会盟 在哪会盟呢 查看托罗海 哎 就是青海湖的边上 他召来了 原来青海荷舒特蒙古的十七大胎记 为了把这网啊 网大了洒 他还特地请来了两家活佛来主持这次会盟 其中一位啊 就是德庆寺的查喊诺门喊活佛 那还有一位呢 就是郭龙寺的张家活佛 有人说不对吧 这张家活佛大清的国师啊 怎么还掺和这事啊 哎 这线头啊 我真的给您捋一两下了 要不然呢 这两天您听说 我都得恍惚 这郭龙寺的大法作呀 就是这个张家活佛 没错 康熙四十五年的时候 二世张家活佛 阿望罗桑雀丹 康熙四十五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亲赐册封 灌顶普上广辞大国师 在这大清朝啊 有个简称 叫辞国师啊 自此以后啊 这张家活佛 在这个皇教妹部而言 虽然这身份地位 他不如达赖班禅 但是啊 在众多藏传佛教高僧当中 这可是大清国唯一的一位国师 在北京城啊 人家可有自己的佛仓 松祝寺啊 在很多特定历史时期啊 这清朝的皇帝 对这达赖班禅 都有不信任的时候 唯独对这个张家活佛一系 是非常信任的 咱们说这个张家活佛二世啊 和这个雍亲王 就是现在的雍正皇帝 当年的四王爷雍正 那关系呢 是相当的好 哎 走的呀 非常近 可是他远近以后呢 这郭龙寺就主持了他的转世 就寻访到了二世张家糊涂刻图的转世灵童 哎 转过年来呀 就在这个郭龙寺受戒剃度坐床了 这就成了三世张家活佛 弱必多吉 那这是哪年的事啊 这是1719年 那会儿的弱必多吉 也就是三世张家活佛呀 实际上三岁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罗伯藏丹金造反的 1723年 也就是雍正元年 八月青海狐会盟 那会儿的张家活佛三世多大呀 七岁 那很多这个主播呀 历史主播呀 他们就说这张家活佛三世啊 和这个查罕诺门罕活佛 都是支持罗伯藏丹金的 诺曼罕活佛呀 成年人 这张家活佛才七岁 他知道什么叫支持 什么叫不支持 所以说呢 我得给您解释一下 实际上支持这罗伯藏丹金 叛乱的 是这张家活佛的僧团 这七岁的张家活佛呀 当时也就只有不哭不闹 听着的事 这观点呢 不是我的观点 这雍正皇帝也是这个观点 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啊 这年刚鸟啊 把这三世张家活佛 护送到北京 雍正皇帝 像带亲儿子一样 教养三世张家活佛 并且把他留在身边 和少年时期的弘历 共同学习生活 那后来乾隆皇帝对他呀 也像对待兄弟一样的感情 哎 这回您听明白了吧 在这个事件里 咱们再提到张家活佛呢 不单只是张家活佛本人 是他所代表的 郭隆寺的僧团 那这帮人被这个卢伯藏丹金召集起来 会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脱离大清 自此以后啊 什么亲王郡王贝勒 贝子啊 这些个封号全不要了 恢复他们老的 和硕特韩国的封号 什么胎基啊 魂胎基啊 首先呢 就是这个卢伯藏丹金 哎 这个原来的这和硕亲王称号 不要了 改回叫了魂胎基 给自己呀 还起了个号叫达喇魂胎基 有了这个青海的两家活佛的支持啊 附近的寺院 以及牧民呢 很快就响应了 这里边可不光是蒙古人 这里边还有藏人 那响应他们叛乱的这些喇嘛牧民 有多少人呢 大清朝公布的数字啊 大概有二十余万 那他们自己说呀 是脱离大清朝的统治 那实际上就是造了反了 给这些人定义为反叛呢 那是相当准确的 那如果有人非得说呀 这个乾隆年间的时候 清平准改尔啊 那是平叛 我觉得这句话倒是很牵强 那准改尔是韩国 这大清朝打准改尔韩国 那怎么能叫平叛呢 那后来呢 打这个阿姆萨纳的时候啊 那才叫平叛 就像现在一样 你这青海诸王宫啊 已经接受了大清朝的册封 哎 不是亲王就是郡王 要不然就是背了背子 大清朝也说了 那西宁的亲命服衍大将军的 直接管辖这一地区 那你现在 你搞惠盟改旗意志 你就是反叛 哎 这个官司扣到脑袋上啊 谁也别想打正了 给罗伯藏南京的惠盟定为叛乱呢 哎 那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说 所有的这个青海 蒙古王宫 都跟他们一起 起哄架秧子了吗 还真不是 还就真有两只蒙古王宫啊 真没跟他们一起掺和这事儿 那么这两家王宫都是谁呢 就是啊 在这个驱准宝藏 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啊 获得最大利益的 就是右翼管事亲王啊 查罕丹金和这个左翼的一位郡王 名字叫做呀 厄德尼厄尔托托奈 那要说这两家亲王 对这大清朝可是够重的啊 实际上也不一定 这二位呀 当年寿风热河的时候啊 他们去过内地 他们见识过这大清朝 幅员有多流阔 这国力啊 有多强大 就凭他们青海左右翼 这些蒙古啊 就想和大清朝动物不超啊 他们觉着胜算的几率 几乎等于零 所以呀 他们才不想跟着这 萝卜藏丹金摊这摊浑水呢 不但不趟 而且赶紧把这的情况 就报告给了雍正皇帝 那么说这十七家的蒙古王公 以及青海的两大四 这些喇嘛叛军们 有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有 他们首先就联络了准盖尔韩国 勾搭上了这个准盖尔韩国的大韩 凑往阿拉布台 这凑往阿拉布台一听了 他当然是高兴了 这准盖尔韩国刚在西藏雪域高原吃了亏 让大清朝的军队啊 从那赶出来了 正没有复仇的办法呢 哎 这想兵吃 他下了包子了 瞌睡的时候啊 有人递上来枕头 这反贼罗布藏丹金呢 找他们联络来了 萨阿拉布台 接见了这些叛贼的使者 这胸脯子勒得咚咚响啊 手指上仓啊 向长生天发誓 只要你们这个青海地方啊 一打响 我这边啊 伊犁河谷立刻起兵 两下和兵 咱们就要占据青海西藏兵发拉萨 帮着你也是重建和朔特韩国 到时候你就是和朔特韩国 新大韩 哎 超味相逃 哎 这两家算是结盟了 这雍正皇帝得着信没有 得着信了 可是他得着信的时候 已经接近十月了 雍正皇你琢磨呀 不行 哎 现在呀 发兵青海 到青海去和这些蒙古人打仗 不是时候 很快这牧草就会枯黄 大雪很快就来了 发兵青海呀 军粮往上不好运 后勤不计跟不上 到了冬季以后啊 这牧草也没了 这麻也没得吃啊 再有了 听书的众民工您是知道啊 这老王宴价新王登基 雍正初年的时候啊 这弟兄不睦 党争颇多 这朝里边啊 还有很多事等着雍正皇帝处理呢 这雍正皇帝的意思是 还还手再发兵青海也不晚 可是说呢 这树玉境他风不止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在青海啊 大清朝的两家蒙古王宫啊 憋不住进了 先和这叛军打起来了 就是没参加会盟的 长汉丹金他们老二位 这一打起来不要紧呢 打不过 这两家王宫啊 领着自己的人呢 跑到了河州附近 赶紧呢 向大清朝廷求援呢 第一步啊 一道旨意 先发到川山总督年庚瑶处 在礼堂八堂驻军 封住这个叛军 入川之必经道路 西安将军派兵 驻防甘州 以防这叛军呢 骚扰内地 都土木森带兵啊 封锁了 从青海到伊犁河谷的必经之地 这是为什么呀 是为了防备啊 准干二韩国来兵啊 援助这些叛军 或者是这叛军呢 趁乱逃往伊犁 这一呢 这皇室想啊 拖延时间 二呢 怎么着 这大清朝出兵啊 也得来个先礼后兵 于是啊 这大清朝就派出了兵不示郎 长寿跑到这个叛军 罗伯藏丹金的大营当中啊 宣都圣旨去了 说这个罗伯藏丹金 你听好了 你要是现在收兵啊 朝廷还能免你不死 要不去 大军一到是玉石俱焚 这罗伯藏丹金呢 还真给这雍正皇帝面子 直接就把这位侍郎长寿 就扣在了营中 意思是说呀 你别跟我那吹牛 你还别回去了 那这意思就是 向大清朝正式宣了战了 随着这个侍郎长寿 被扣到叛军军中的消息 传回到北京啊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消息啊 让这雍正皇帝坐不住了 别等明年了 今年就干吧 那这是什么消息啊 说这青海的两家活佛 都劝谨卢伯藏丹金 让这卢伯藏丹金呢 赶紧称韩 并且使用成吉思的韩号 那你也知道啊 那使用成吉思韩号的人呢 只有那么几位 那第一位就是成吉思韩 就是铁木针的 还有几位啊 就是野心家林丹韩呢 拉藏韩呢 再加上这卢伯藏丹金 雍正皇帝一听这话 立刻就窜了 怎么着 什么意思 你不光想在青海造反 还想打到中原不成 得嘞 咱们砖头打架呀 出手吧 这才有的亲命 敷衍大将军 年庚尧是挂帅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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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